我们挑剔来讲,如果有哪些题目你真的想要讨论的, 你要给我讲一下,我觉得前面的没什么重要的,让我看看有哪些特别一点的, 这东西要背的。 这个是我们的两个尺寸,所以我们看得到左边,它很明显,它是本本加来的, 右边这里是CHIA来的,是Liquid, Gas,我都Blur Blur了已经, 气体来的,那么从固体变气体的话,这个过程就是sublimation, 所以有什么东西是固体变气体的呢?这个东西是要背的。 首先,最明显的,最明显的,Bromine肯定不能。 对吗?因为我们有听过Bromine water这个东西。 有水的,Chlorine也不能。 有没有听过Chlorine water? 纯Chlorine不了了。Iodine没有问题。 Iodine你一烧的话,它马上变气体。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Nephtalina。 Nephtalina也是。 这个Nephtalina,我们要怎样去理解啊,你就这样想啊, 我们做这个,你还记得吗?我们用Nephtalina的这个东西, 在做实验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地的隔水来加热的。 而不能直接用火烧。 对吧?因为你直接用火烧的话,这个Nephtalina马上, 马上变成契体。 然后进行这个Sullimation。 但是,如果你隔水烧的话,你还可以控制它的温度。 因为我们隔水烧这个Nephtalina的时候啊,我们只会烧到它90多度就停下来了。 因为他100度应该是过了的 218度 所以用火烧很危险 他很容易扫里面 200多度看两下可以到了 如果你烧得久的话,所以最好不要 然后再看看 第7题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因为 他很喜欢来硬,就是这种 他上面给你ATOM231,但是下面还要你ION 所以你就要去想,NA231 我们看下面这个,因为它的Normal Proton 上面是Normal Nucleon 所以在这里我们单单先看ATOM 如果它是ATOM的话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Proton Neutron还有Electron是什么?是多少个? Proton也是一个 Electron也是一个 因为它是ATOM ATOM的第一个的最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你的Proton和Electron是一样数量的 然后Nutron呢? Nutron就是拿Nucleon减Proton 会拿到12 所以Proton,Electron,Nutron都有了啦 那么如果我们要变成Ion的话 我们知道NA被NA夹 意味着它的Electron少了一粒 所以Electron少了一粒 Electron就会变成10粒 Proton依旧11 因为Proton没有通过 Neutron也一样是12 所以根据这里这样子看的话 我们就对比到Proton要11 Electron要10 Neutron要12 所以答案 这就是来源哦 有时候很多人啊 不care是没有看清楚问题 跟你讲问题从上面一路都要看到下面的 很有可能哦 任何都有可能会出现 对吧 出现欺骗你的问题啊 它会突然间来一个阴的问题 所以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一个 这个还好啊 这还蛮简单的 应该不会有人不会看吧 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啊 舒服比类 24度 大概25度左右啦 OK 所以它讲 它的这个 巴汉尼玛的嘎嘎嘎巴的舒服比类 有哪一个温度 它是在 室温状态下是liquid的 OK 那么如果在室温状态下是liquid的话啦 意味着这个室温状态哦 它是超过了 boiling point 大概 level 但是少过 sorry 位置很blur 等一下啦 这个25度 这个25度 小过 boiling point 因为它还没有 boiling嘛 就是 然后25度 必须超过 melting point 因为它已经熔了 所以它才变液体的嘛 就是tacat level 所以你就看 有哪一些 boiling point 是超过25的 tacat detect超过25 这三个 然后 melting point tacat level 是小过25的 所以同时间两个都符合的嘞 是Q 跟S 因为你看它们的go 对啊 所以当然是sieve 所以很容易做了这个 只是很多人会乱掉 到底要boring point 哪一个比较高 哪一个比较低 然后继续啊 然后看看啊 还有什么 这个也是要讲一讲 因为上次也是很快的就讲过了 GC Atom Relative GC Atom Relative 很好做的 因为我们要算重量啊 我们是我们算重量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看neutron number的 就是GuproM 107 它的重量是107 GuproM 109 它的重量是109 不是看47的 因为这个是nombro proton 他没有 他忽略掉了这个 忽略了这个nombro 所以不是Nombro Neutron 叫做Belangent Neutron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Natural Abundance 已经有了56% for Stealth 109的话呢 44% 所以我们要算它的GC 你就这样讲啊 总平均 100粒里面有56粒107 44粒109 总平均下来有多种呢 有56个人507kg 44个人509kg 总平下来 多种呢 我们是不是拿107 乘56 加109 乘44 除100个人 来去算 它的这个总平均 的重量 OK 这个的话 我们来按啊 107乘56 加109乘44 除100 107.800 所以大概是107.9 但是C 没有档位啊 G-SIM Atom Relative是没有档位的 你们你你你不能写 Grandper Moe 你明白吗 Grandper Moe 是G-SIM摩拉来的 虽然G-SIM摩拉跟 这个G-SIM Atom Relative 差不多 OK 号码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有单位 跟一个没有单位 没有单位的 是这个有Relative 这个字 有Relative 都是没有单位的 因为他们是比例 对吧 对吧 谁比谁 谁比谁中多少倍啊 这个是 这个107.88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讲这个G-SIM它比C-12的重量中107.88倍 然后我们再继续啊 看后面的 好像每一题都很特别哦 圈圈题的 有三个Proton 那么你就猜到是2.1了 对不对 还有几难 代表它的那个Valence Electron Electron Valence有毅力的 所以有毅力的话 我们就开始排除了 排除 排除 C跟B都有毅力 那么怎么选 记住 会跟ISG React的 而且他们要有一样的 这个什么 Similar reaction 就是C-4KM C肯定不是 因为它是Hydrogen来的 Hydrogen才是一个 一个Electron嘛 所以肯定会把C淘汰的 剩下B 因为它这个是Bukanlogan 这是Bukanlogan Hydrogen Non-Metal Hydrogen 继续啊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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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有哪些 这个就算了啦 这个简单 这个也还好 这个也还好 Caguna 这个也还好 你看这个 又是来硬的 这个是Ion P3加 这是Ion来的 它有14个Neutron 跟10个Electron 现在P3加 它的Neutron有14粒 它的Electron有10粒 Proton有多少粒呢 要怎么猜 很容易的 你想一下 为什么它3加 就是因为Proton 比Electron多3粒 这样子 现在Electron10粒 Proton 就必须是13粒咯 这样子Proton 才会比Electron 多3粒 那么它的Atom的话呢 就更好做了 Neutron 不会改 Proton 不会改 Electron 跟Proton 数量要一样 这个就是Atom P Atom的数量 14 13 13 所以现在你看它要什么 它要AtomP AtomP它的那个号码 Number Proton 13 13 13 Number Nucleon Nucleon Nucleon是什么 Nucleon是Proton 加Nutron的号码 Proton 加Nutron 14加13 等27 最难什么 这个也OK的 要注意了 再继续 这个我就不讲了 让我看看 这个也还好 这个可能走 走一点机制了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它是什么 State就可以了 Taka level Taka tt Bagibaham W Masing-masing Yela -20度跟18度 OK Bagib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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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Temperature 它的这个 什么Statement 是True的 我们要先知道它是什么阶段先 RoomTemperature 是25度大概 很明显它已经超过了它的Taka 对对 对吧超过了Bagibaham 所以现在这个W它在RoomTemperature 它是呈现气体的状态 那么如果是气体的话 那么A就会自动淘汰了 因为气体 它是没有ECBagibaham Tutup的 气体是根据你的这一个 你的 你有什么东西来装气体 那个气体就是什么型 就是什么Volume 对吧 这个就是气体容量的特征 Zara Zara Bagibaham 这个是Gas 这个是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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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ibaham Bagibaham Datap 在自己的位置 这个是 solid的特征 And they are fix positions The energy content of the particle 是low kandungan tenaga bagi Zara Zara A adalah rendah 这个很明显不可能 这个也是 solid的特征 因为只有 solid 它是头 它不能动 所以它的能量是最少的 能量最高的是Gas 所以Gas 应该是要定义才对 Daya Tariqan 嗯 对 Daya Tariqan Daya Tariqan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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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 的确很弱 因为如果强的话 那个Gas 它们就会凝聚起来 就会变成液体 就是因为它们弱 所以抓不紧 它们就可以乱乱跑 变成气体 所以这个是气体的特征 所以它还是东西 然后我们继续看 来来来来来来 Similarity 这个我们不看 OK来 这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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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后面有答案了的 所以你不用太 不用太纠结于去抄啊 你就边看答案 边 边看它怎样解释 哎 哎 哎 我又没有给你答案了 我没有给你答案了 我不会给你答案了 我不会给你答案了 对啦 我还没有给你答案了 我以为有答案了 那我找一找 你这样子的话 这样我要拼答你了 不过我们主要是看后面的这些提名 特别是这个啊 因爲这个 特别的 所以我就要讲 我先讲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啊 当我们冷却又好 弄热又好 我们做那个实验 一直在搅拌 因为要make sure 它均匀受热 但是如果它不搅拌的话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 Sketch the expected curve in the space provided 因为它是冷却嘛 随时这样 冷却 然后它会突然间 因为它温度过低啊 比如说它的那个 举个例子啊 我看它也没有boarding point 它的boarding point也没有写 83 83 OK 这样子 比如说自己的83 它会这样往下滑 OK supposingly 来到83的时候 是它应该要平的 但是 因为你没有去搅拌它 所以它有一个叫过冷 它太过冷了 它会over 然后再慢慢升回上去 它才来平 然后才来掉 一定会这样子的 如果你不搅拌的话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super cooling 也叫什么 super cooling super cooling 对啊 过冷水 这个是super cool liquid 太过冷了 太过冷了 下 4 上来 super cooling 在马来文的话 啊 我也找不到听 看spm的可能会有 要看课本哦 这个 super cooling 有课本最好 呃 我这边可以翻 我先看有没有答案 先有答案就OK 它应该会解释 好 忘记拼答案 对 这些答案我会下个礼拜拼给你 你这个礼拜来不及拼了 ok 来 看这个 是吧 super cool 然后它也很喜欢要你解释什么 T1去T2 为什么没有去改 没有什么改变 你看这个 从T1去到T2 为什么它的温度 是一直在平平这里的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在什么 它在 freezing 它从liquid 这里是liquid 变成了 solid 就是 所以这个节奏 为什么我 不会变呢 就是我要你配的咯 是不是跟你讲咯 这个是它的答案咯 它的答案咯 Habu yang terbebas 可 persekitaran di imbangi 被balance了 dengan Habu yang hilang semasa perpendongai 一katan Hit is released to the surrounding is balanced to the heat lost when bonding is formed 当你form bond的时候 你的热能会跑出来 刚好 刚好balance掉了 热能跑去四周围那一边 所以你那个液体 又加一周 又减一周 最后变成零 温度不变 然后我们继续看 还有什么问题 special的 哪一题 有点一些题目 你觉得想要讨论的 你要跟我讲啊 有这个还好 可以看 可以看 upper upper ixtop ixtop ixtop是什么 这些definity的东西 要配啊 physic也是很多 chemistry也是很多 我知道是很闲的 因为一分罢了嘛 所以那些你就记那些比较简单一点的哦 那比较难的definity你就 你就算了吧 那physic不能 因为physic有很多explain的东西哦 你会用到一点点 呃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比较special一点点 来我们看这个 为什么我们会用carbon来作为standard 来算这个relative vitamin mass 那么前面已经有讲过了嘛 其实一开始哦 他们是用hydrogen的 只是因为hydrogen它很难handle 而carbon很容易 第一它是固体 第二 它没有毒 第三 它 它 它是在地球上最多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这边它写 第一它是固体 所以 carbon 然后拿的啦 不不加 容易handle mudda dikendali easily handle 第三 它的gsim the part OK fixed mass 它的重量比较固定一点 就是它不像铁这样子哦 你 你放久了或是 那个铁会慢慢 那个铁会慢慢越来越轻 要不然就越来越重 它的那个重量会改的 但是这个carbon它不会 所以它就很适合拿来用 OK 这个 B的话呢 就是到常做 反正刚刚我跟你讲的那个方法做一样 对不对 你拿79乘24 加50乘10 加26乘11 除100 它只是有三种罢了啦 刚刚是两种 copulum 来去算 这个是有三种东西 但是算法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不讲 OK 我们继续啊 我们再看 Essay question Essay OK 哇 这个experiment啊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没有没有 这个考试不会问的 一定 这是第一课的东西了 我们不要看第一课的 因为第一课讲真的 考试不可能问的 OK 来看这个 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 这一个是我们的 这个 standard representation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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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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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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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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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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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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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有13个neutron Nature 23有12个neutron 所以他们的 number of neutrons 或者是比哪个neutrons不一样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 isotope the dual dual item momentangy 诶 这个不重要啊 为什么他要写字句啊 你这句不 这句好像没有作用啊 我觉得 你最好写什么 最好写 他们两个现在 他们的 number of neutron 不一样了 kedua-dua atom mempunyai bilangan neutron yang lain tetapi bilangan proton ion summer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解释的通啊 compare to 他这个突然间冒出一个electron arrangement 我觉得 没有必要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 这个 六分还蛮简单拿的 继续看 name the process 不讲 这个就是要compare chemistry compare的东西啊 可以画table的 chemistry compare 它要compare X跟Y 所以ocompare x跟y x是固体 y是气体 所以compare 气体跟固体 气体跟固体 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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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 abu很重要啊 你可以开心的 可以来 你也懂了 solid的話呢 它就是 有順序的 氣體的話就是沒有 對嗎 直達的 直達的 movement Gastong的比較快 solid它只能懂 vibrate 被ketak pada titik yang sama zarah-zarah berketak 當 pantas dalam semua arah 這個是Gast Zara bergerak berlanggar 互相 會碰撞 這個是solid 大家在看 Gast肯定會比較 Weak一點 solid會比較strong一點點 所以 X跟Y 這是液體來的 我覺得不像液體 可能它拍到這樣子像液體 有點空位 ok咯 這個有點奇怪 畫到有點像固體 ok 考試不會給它這樣不明顯的 ok它這個畫到不明顯 suppose你液體應該是稍微要 多一點點的那個 空位才對 不過沒有關係 ok這個 我們要懂它的那個 回答技巧 Kantunga Denaga Gast會比較低一點 Gast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速度快嘛 所以能量會特別高的 而solid呢 它速度慢 所以它的能量 會比較低一點點 Sungad Tinggi Forgast So它呢 因為它這邊是 假設它是liquid 但是我們如果是solid的話呢 我們就寫它 Render 就可以Sungad Render ok 這是所有的第二課的東西 那麼我們來看 第三課 第三課 第三課是最 最麻煩的 來看 第三課 就第三課有答案的 ok 我們先挑題目 做先 看見全體先 這裡都沒有問題 這個蠻簡單的 不會的話 你要跟我講 你自己寫在那個 那一邊 就我覺得簡單 我就講那些 不要拿一點點 這個 在14g的这个pherom里面 他问phosphorus的重量是多少 如果它有两倍个atom的数量 在14g的ion里面 那么它有多重 所以你不能讲重量也就是乘2 因为它只是数量乘2罢了 每一个atom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讲14乘2变28 它问题答案肯定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样 我们要先算它的mol先 14除56 因为ion嘛 对不对 14除56前 等于0.25对吧 0.25mol 但是现在phosphorus比ion多两倍的数量 那么这个mol就可以乘2了 所以phosphorus会是0.25乘2 等于0.5mol 所以现在phosphorus是0.5mol的话 我要找它的b 要找什么 要找gsim的话 我就拿0.5乘gsimmol 或者是molamast 31 等于 45.5 所以答案是第3 答案是10 OK 这个还蛮简单的 只是 可能会有些人会乱啊 要先算mol 才可以 才可以做 做这一刻无论如何先算mol 就肯定不会错 就肯定不会错 8度oxygen 280 固 OK 还蛮ok的 蛮简单的 我们这一个我们可以写formular的 其实 我们可以写formular安全 但是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Protessium 它就是Protessium OK Protessium加Oxygen 变成Protessium Oxide 然后 이다 乘 0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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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K 这样才 bary 这样才 bary 然后 Colcium也是一样 Calcium加Oxygen 会变成 Colcium Oxide 乘 2 乘 2 Aluminum加Oxygen 变成 aluminum什么 aluminum OK Aluminium Ox içinde 然后Balanced 这个Balanced比较麻烦一点点 Zinc也是 Zinc加Oxygen 会变成Zinc Oxide 然后还讲说 如果每一个 每一个Element 它都有两个Mod的话 哪一个会用到最少的Oxygen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子看 如果它们每一个都要两Mod 这样子我就要make sure 它们前面的全部号码变2 所以除2 Modify一下 Let's set what we need 再Joy进来 我再继续讲 这个